它有一種專門是給燈用的 這種膏,都很多,以前我們都要自己去用它 其實它這種也是有一點點,使用前先搖一搖 因為它這個會沉澱,然後你就把它塗在這個上面 就是用這種有點像打蠟的這種海綿,那你就可以開始擦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其實有點霧霧的有沒有 那你就去擦它,畫圈嗎?對,因為我的習慣是都是畫圈 因為我們打出來的時候,如果畫直線比較容易會看得到 直線一條一條的,因為多多少少也會有一點點痕跡啦 其實它需要出一點力,然後要花一點點時間,不斷的去 去擦它,有沒有,它亮一點點 然後還要再多少一點點,因為這個其實是需要花一點時間的功夫 但如果這樣子啊,又要用眼力就不怕那上面擺來有一些刮痕嗎? 因為它已經有很多刮痕了,所以我再也不怕了 我就是要用那種... 你的左邊要割到左邊喔 兩千兆外北到左右不均勻 對,因為我們就是用這種刮的那種,互相抵銷的那種方式有沒有 然後去把它磨開來,你先看有點霧霧對不對 它其實到底是像兩千巴掌那種,就是我用磨砂的原理 其實那個也是可以用的喔 真的嗎?它那也是可以拿出一大成的 就是說如果你有單交打蠟集啦,來用的話 但是它那個是比較重症的啦,像我剛剛已經活了一下對不對 我們來猜一下看看 大家覺得有差別嗎?觀眾朋友看 這樣有燈頭回春嗎?兩千自己看啊 我看起來好像有亮一點,就是你看那個透度好像比較好 對,因為這個其實要磨蠻久的啦 它這個一下下可能它沒辦法立即見下,它需要一點點的時間